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 节目叫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很开心,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来宾来到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军武以外经常和大家讨论的东西 包括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等 当然,如果说到去研究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 我Larry或其他主持国际有擅长,但始终不是我们最擅长的那一份 所以今天,我很开心邀请了一些来宾和我们分享一下 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这场战争以后,究竟对整个欧洲的格局 尤其是我们说不同的军事组织或者安全合作组织 包括欧洲安全组织或者北约、欧盟等等的组织 究竟在这个战后会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改变呢? 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了一位来宾来跟我们说 这位大家都熟悉了,因为大家一定在节目上常听到 第一,他是一个真香港人 但现在就离开了香港 在其他地方继续在法国发言 研究一位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 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一个很潮的教授 今天我们讲的岑玉辉岑教授 岑教授你好 哈喽哈喽,不敢说任何专家 我想大家比我们,既然有问题深很多 不过我们随便聊聊天,再来一下 是的,所以很开心 因为沈教授很casual,很轻松地和我们今天去分享 尤其是军武器人的网友都相当想知道更多 尤其是我们都做了直播,做了50天了 关于乌克兰的战争,我想很多网友在战争和军事角度 他们的了解都很深入 不过我们这个节目,因为经常都说到 其实那个国际关系,我们说透过今次 战争是不是已经打破了以往第一的平衡格局 例如我们说北约和俄罗斯以往的默契 例如北约去到某个位置就不去了 俄罗斯见到你不动,我又不动 是不是现在的关系和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或者是这样呢,所以今天都会想和沈教授去谈谈 又或者我们先简单热身问一几句 沈教授你觉得其实今场的战争之后 是不是真的俄罗斯和北约真的没办法回到过去那种 好像有些默契的关系 首先你叫Simon,很害怕这些代表 我们可以简单讲一个背景 因为在学界那里 在近几年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是预测不到的 无论是前几年某些选举,去到英国脱欧,去到这场战争 根据一些主流的理论都不相信会发展到这个方向 所以你说在我们所谓的离地的观点 根本就不应该搞成这样 那就是说反映了其实有很多主流学界之外的人 或者是原因才出现了现在这样的计算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知过的差异 要不然经常说的话就会说什么错什么 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 其实很多人都会开始分析 这几年究竟全世界为什么会变成一般的理论框架 都是不合理的呢 那么网络是一个原因 跟着很多颠覆性的去中心化的一些决策是一个原因 但是这次有点不同 不像是特朗普当选 或者英国脱欧或者什么公投那些 这次很明显是在于似乎是有一方的误判 才会做到现在收不到货 就是我不相信俄罗斯第一就是预视到现在这样的烂摊子 他都会这样走的 我相信里面会有多多一些一些的误判 那这些误判不是在于一个理论层面的误判 可能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误判 那这个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你说会不会因为这场战争之后 改变了以前所有的默契呢 那我又觉得很难下一个这样的定论 因为这个这样的误判不像是他想改变结构 那如果他第一天就是想改变结构的 那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但是现在看起来未必是 所以最后那个关键就是在于 如果整场战争的完结的方式 是不是都可以回到以前那个所谓有默契的框架呢 那俄罗斯其实看起来 他是挺想回去那个默契的 就是他是如果他认识了他的立场 然后他拿到某些想要的东西 然后回头之后人家又给他一些面子 那这样的机制勉强还可以存在的 但是如果这个结局是不能够成立的 那整个东西就会打破了 那你见到俄罗斯是想回去那个位置的 但是西方特别美国是挺不想的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一个最微妙之处 是啊 Simon 这样我们也有点同等 因为我们现在观察就是整个西方的阵营 包括我们讲北约 简单说 北约的阵营好像分了做两派 一派我们讲Anglo-Saxon那派 就是英国和美国这种以威胁行头的这种情况 另一种就是我们讲 例如欧陆派来德国和法国 经常都是用一个会谈和谈的形式 以一个和平的形式去做一个解决的方案 但是很明显看到今次 大家会将德国和法国去比较 我以前说虽正政策那张白龙等等的人物 所以我们看到今次德国和法国两个国家 包括他们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 都为人救病 就是他们没有一些实质的力量支持乌克兰 例如你看到英国很少可 脱欧之后那么积极 一些小国例如我们讲北欧 例如我们讲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 甚至乎连瑞典等等国家都是那么积极的 所以都想问问Simon 其实你觉得现在北约有没有机会在这场仗之后 会出现了一个分裂 例如我们的欧盟也好 北约有这些组织 它会分裂 甚至乎他们开始没有以前那种 虽然那些团结有些人说是假的 但是只要一个牌头 但是现在会不会牌头里面会再分裂 就是不同的山头会出现 甚至乎更加多的 一些suborganization会出现 例如我们讲 例如类似一个叫做联合远征军 就是由英国带领的一个军事同盟 会比较多就是北约的成员国 但是会加上瑞典和我们讲芬兰亚 那会不会有很多这些细组织呢 大家会各自找朋友 各自围炉取暖 各自再去做一些 跟他们国家利益更加亲近的东西 而令到北约我们看上去 好像一个 不要说死亡状态 好像一个 慢慢会去一个瘫痪的状态 刚才里面有很多的小问题 我们可以尝试逐个拆解 首先说多过法国 如果要更加积极可以怎么做 就是他现在有些经济的制裁 在德法的角度来说 都已经很突破了 但是有两个大关键 就是他们能源的依赖 还有他的军备给了多少 这两点 他如果要认真提供全方位的支援 他必须要先解决自己的结构性问题 特别是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其实本身欧盟也出了一些报告 说尽快要减低这个结构性的依赖 但是毕竟不可以 就是next day的出现 这件事我相信是整个欧盟 或者整个欧洲 全世界 在这场战争 得到一个最大的启发 就是说尽量都是要节力更生的 而对德国的法国来说 特别是 就是他知道了 他如果被人捏住 就算他怎么样强硬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立法服务来的 那第一点就是军备了 在这场战争之后 德国才开始大幅度提升那个有关的预算 其实之前那几年特朗普是不断要德国给多钱 就是帮手 你自己有钱 那他只是无人才 直到现在终于改变立场了 所以就算他要很认真提供多些武器的支援 他大前提都是要自己的军费的开支 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那这件事应该是正在做的 所以你说是否完全没有动作呢 那又不是 他已经是正在做一些比较长远的改变 不过就不是单直之间可以见效了 第二件事就是说北约是否叫分裂 其实我想这个问题就回转了 如果一个没有了美国的北约 那其实又是什么呢 因为历史上其实北约从来都不是一些叫做 就是一个意义之外 基本上就是靠了美国的 好像说有一段长的时间 法国甚至是退出了那个司令部 他没有直接退出北约 但是这个动作也很明显 所以说如果一个没有了美国的北约 他的存在价值 只剩下那些什么 普加利亚等等 你没有理由靠他打仗 那反过来 as long as 美国还在的话 那他依然有足够强大的保护傘 和震懾作用 那这件事我想 那关键始终都是单一地 看回美国是否愿意 继续承担这个责任 在特朗普的时代 其实他说过很多次 要其他盟友分担多些军费 那他特别对某些的承认 黑山的都看不顺眼 觉得你拖累我们 有没有什么贡献 有什么事情来支持你 那时候其实有这样的讨论 但是今次起码看到美国国内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基本上都会挺支持现在 那个大的方向 就要尽力帮 那我相信 在今次的战争 其中一个的副作用 都可以令到北约 起码维持到 他的存在价值 那指的是否会 里面有不同的路线分歧 那这个又会看回 这几个元素 包括了各个政府的内政 好像法国的选举 那就来选 如果 马林立胖是可以当选的 那当然他会大幅度调整 整个法国的外交政策 那他都说明要北约的司令部 那每个国家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先假定 现在各国的方针可以继续下去的话 那北约他知道 美国在这里继续扮演一个 关键的角色 照计他是可以存续的 那至于你说有没有其他小集团 可以自己走 其实这次我们也会看到 有些小国是想 玩这个角色的 就是他明知道他不会用 军事的方式 可以扭转局势了 但是他想去牵头 那这个牵头 这个牵头的作用 最后是否应该行 都是要有一些有实力的大国去扭转 那至今还没有 所以你看到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以前 比如法国 他很流行在自己的实力范围 比如非洲 前法国殖民地 那他会自己做一些军事行动 去什么 马利亚 那某些情况之下 英国都可能有这样的动作 那会不会 在可见的将来 有一些军事的行动 没有北约的龙头 受意而其中一两个国家 比如英国、法国、德国自己去做 那现在又没有看到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他要做的话 也不关什么事了 就是他自己的实力范围 所以刚才你的问题就是 会不会之后有一个 多于一个在北约的框架之下的军事 同盟出现 现在我还没有看到 但最后要说的一件事就是 之前那几年北约都是 因为欧盟都很强调自己是否有军队 如果有这一支欧盟军队出现的话 某个程度上 都是会重叠了一些 北约的军事的功能 但现在是远远远远未到可以 比较之处 因为他们的决策机实实是太繁复了 要真的有这支军队的承认 不知道要想到什么时候 所以可见将来 我觉得不会有大改变 好 谢谢Simon 另外 亦都有一个 今次 俄罗斯 因应他的入侵 其实也会给很多不同的邻国 例如我们说到北约 他们的东翼 包括我们说 罗马尼亚 普加尼亚 又或者另一端 例如我们说 波罗的海三国 和波兰 都属于和俄罗斯接约的前缘 所以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对俄罗斯入侵的恐惧 我觉得跟这次事件之后 应该会提升 所以可以这样说 其实NATO 因为地区安全 似乎现在 牢牢的捉紧了 每一个领袖的神经 会否也会左右到 欧洲的一些发展 可能在欧盟方面的发展方向 这两件事不是一个绝对的等号 例如波兰这个例子是最好的 在不久之前 新闻经常见到 波兰是否叫做脱欧呢 他不会正式毁欧盟 但又是希望本国的法律 都是要凌价性的 那现在卡尼斯基 他的执政党 他一直都是介乎于 其他欧盟国家和区牙利之间 他都是想有些比较独立自主的方向 对欧盟来说 他本来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突然之间 因为他很担心 自己都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 就在支援乌克兰这件事情上 就走得很前 而且突然之间 就好像说 现在我也是一个很典型核心的 欧洲领袖大国之一 但是其实他本身 之前有一大论很多的姿态 正正是反映了 他对欧盟本身的不满 和一些潜在的矛盾 所以说针对着俄罗斯的一些自保的行为 以及是不是支持欧盟这样的整体 进一步深化 这两件事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他们根据历史的恐惧 和俄罗斯 真是逻辑上有可能根据同样的 所谓纳粹化去搞这些国家 这个他们一定会担心 但是是不是要靠欧盟呢 似乎他们更加希望有一个有效的军事保护散 就是北约 令到他们保证是不会被人打的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目标 但是你说到会不会希望欧洲 随一步深化合作 令到国内的经济要依靠整个 超级国家的框架 其实这两件事我会觉得是 independent variables 另外也可以说 烏克兰今次这个事件 其实各方觉得 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国格 或者他们的国家利益 其实都好像照耀镜 每个国家 其实他们的政要 一些政客 一些议员等等 其实似乎他们现在 都是一个现象 就是扎连斯基的现象 就是个个当作追星 就是个个都要巴结扎连斯基 所以大家没有发觉 就好像去打卡 现在基库之为解了之后 你个个都争着基库 包括我们看到欧盟的执位主席 就去了 接着我们看到 Boris Johnson应该是首相过去 接着有很多 例如奥地利的首相 有很多地方 甚至乎连 今次为人救命的德国 德国的总统都想来参一脚 不过就被扎连斯基起了个飞脚 所以现在看到 欧洲就因为是乌克兰 今次的战争 它叫做反俄的情况 是相当突出 也都令到大家对俄罗斯 是很有讨厌的情况 也有很多制裁等等 其实现在有没有机会 看到好像 会回到冷战的时代 Simon 你觉得 会不会 我们说以前的麦卡石主义 会不会回来呢? 如果麦卡石主义 也是一段短的时期 在美国那边 但其实整个冷战当中 很有趣的是 特别是六十年代 欧美的左翼 真的很康大 他们公然在示威那里 支持苏联某的政策 或者挂毛匠 折古阿拉 然后 薩特 那时 也是很主流 特别是年轻人当中 那时有一段时期 那个话语权 左翼是非常强的 去到今次 会不会因为这样 有一些反俄的情绪 因为我现在 我在英国 我又觉得 未必会出现到这么极端 当然有个别例子 报道说 譬如有些俄罗斯 一作曲家的作品 不能够再演出 这些是很个别很个别的例子 基本上 其实他们分得多开 好像我去过一个 乌克兰人 支持他们的集会 我相信 我跟一些人谈过 可能有一半以上 都是英国的俄罗斯人 他们是不支持普京的 或者来到英国 都是对他们的声音很反感 他们支持乌克兰人 其实有颇多这样的人 在欧美各地 所以说俄罗斯政府 和俄罗斯人民 他们应该是分得清的 同一个政策 其实都是 美国很强调 之前有些讨论 关于是否要制裁中国 都是会将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 尽量分开 现在我想 官方一定是这么说的 何况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那个文化的分野 西方一般来说 都很难分得清 比如说你听到一个 乌克兰人唱一首俄语的歌 如果你不认识他们 你是不是很容易 分得出他们是什么人呢 如果你说他有反俄的情绪 你是不是听到这些歌 你就要反俄 可能他是乌克兰人唱的 那连斯基本身的母语都是俄语 就是说 应该是能分得清普京的政权 和俄罗斯的文化 畢竟俄罗斯文化在整个西方文化当中 都是一个很核心的存在 比如说查尔夫斯基的音乐 或者是一些巴黎姆 这件事你很难完全通过一种 就是叫做斗争 这种乌克兵霸的概念 去到一个反抗的对象 我想做不到一点 历史上都不容易发展到这样的趋势 相反西方似乎的策略 都是想将一些反普京的俄罗斯人 包括他们的权贵、富豪 拉在自己的阵营那里 起码会制造一些对方的内部矛盾 那既然这个是政策 他应该尽量避免一男子 很狼狼地针对俄罗斯的情况出现 相反普京就很想宣传这件事 他现在是想宣传到全世界都鸣合我们 俄罗斯人在外面被人打 他用这个方式做大内宣 对他来说是合理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做大内宣 因为这个不是事实 他才要加强宣传 但是我不相信民间自发 会有这些结构性的行为出现 也是因为我们说之前有一个富商 就是车路士的班主 是巴显莫域的 大家发现第一 他对车路士的感情很深厚 今次卖换危机里 车路士的财政也出了问题 他也有注资三千万磅 立即去解救 而英国政府似乎也领程 那次也有说过车路士制裁的情况 是会减轻的情况 而且好像应到柴利斯的要求 也有解除到伊巴勒域的制裁的情况 所以可能某些情况 都不一定要全部俄罗斯或者俄罗斯的富商 都要看情况去做这个制裁 还有想问问西文 如果我们说到美国 因为他现在在国际关系里 我相信他们已经将他们的战略对手 定调由俄罗斯转化到太平洋的中国 所以答案我们看到他们的军种改革 例如我们说他们有四个军队 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也更改了他们的策略 由以前一个攻坚 主要是一个攻势的军队 变成一个在太平洋倒序里的一个手势的军队 大家会看到很明显 太平洋倒序布防 其实很明显就是要有一个锁链 一个倒链的形式属于中国 所以我们说到 美国因为要将他们大部分的国力 还有他们的海军等等 将来的重心放在太平洋 其实他们需不需要在欧洲这边 就是那个定位是需要改变 例如说可能甚至乎 没有办法打两场的大战 例如对俄罗斯或者对中国 有机会是要在欧洲找个代理人 例如说有没有机会 例如今次英国都相当出位 所以会不会找英国 或者今次乎甚至都是一种少少授权给英国 例如他们更多的武器出口 或者更加多他们在组织上 例如英国军征军等等 这些组织 在北约里面 叫做扶持一个人在里面 在一个博物里面 对德国和法国做一个牵制 所以Simon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美国是否真的有意 想在现在的北约或者欧洲的关系里面 插一个人下去 那这个人对他来说最好 就是最 close 例如说英国 那他制衡回来说 德国和法国在欧盟的影响力 和欧洲的影响力 有军力 还有他在当地近很多 这个比较明显 但欧洲这方面人们是复杂很多的 你说是否有一个内利人 我想首先是做不到 我们可以结构上看几点 第一就是说 在整个战争发展期间 美国国内本来也有一些呼声 就是说 既然现在要专心对付俄罗斯 那是否可以减轻一点对中国的制裁呢 那有一些传统对中国有好的智库 在这个时候也有声音的 就是说 现在我们应该检讨一下 那俄罗斯去到那么疯 那中国也不是那么可怕 但是 这个所谓联华制呃的声音 很快就被人感激了 最初也有些朋友觉得 会不会是一个政策的大转变呢 因为毕竟在毛泽东时内 后期也是这样 突然间就变成联中制售 但是这次看来是做不到这样的 无论是政府还是主要的一些智库 都是在强调中国依然是美国主要的对手 因为这场战争而改变 那如果这个结论没有改变的话 那就是说 对俄罗斯就要与欧洲了 所以他应该是不断希望欧洲 是加强自己的军力的 这个无论是特朗普时代 那时候相对希望美国优先的倾向 但是现在你计算的数 都会发觉 没有可能美国可以完全承担欧洲的防务 这个不像实际 而这次因为那个危机是真的很迷身 所以欧洲的国家才肯大幅度提升军备 这个是美国想见到的 就是无论哪一个是领导欧洲都好 就是美国是很想欧洲更加强的军队 可以自己搞定自己 那美国是可以尽量抽身 这个我相信慢慢会在美国那里 形成一个叫做共识 那他抽身了才可以将那个精力集中 在亚太这一边 因为这一边 当然他也有他的盟友 日本、澳洲等等 但是似乎那个未来的挑战会更加大 这个应该是美国整个战略的调整 第二点说 比如英国那类的角色 当然对英国来说 这次有很多原因才能让他走到这个位置 比如说脱欧之后要找一个新的定位 他现在不需要授手于欧盟的很繁复的集体决策机制 所以他就可以做一个比较积技的角色 再加上Boris Johnson本身有一些内部的丑闻 他用这个方向去争取一些支持 英国现在又快要有选举 诸如此类的全部都是男子加起来 那可能才有这个效果 但是你说是否一个长远 我们看到英国从此可以 又做到一个叫大国的岗位 那又未可以确认的 虽然我们看到他卖军备会更多了 而且这个里面有很多 胡克兰的士兵都会说 英国的军备会更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将英国整个 输出军备变成一个产业的话 那你难免会和 美国那边有一些 可以说竞争 可以说互报关系 这些我相信还没谈到 那另一方面就是 会不会有一些所说的 agents 授权 或者主要的代理角色 就算英国可以 可以 欧洲其他国家都不见得是愿意 听他说 始终脱欧是一件不是经济的事 牵涉到整个地缘政治的事 英国在脱欧之后 他的政策就尽量和五眼联盟 英联邦那些靠拢 而他的行为 和欧洲的大陆国家中间 其实是有一个挺大的 红构了 所以对美国来说 他应该会希望 欧盟一些核心的国家 特别是德国 可以尽快有一些强的军队 和尽快可以 不用那么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他整个地缘政治的责任 就会大幅度减轻 对美国来说 这个才是一些长久的解决 否则就算英国比较信任 但是刚才那些问题不解决的话 欧洲的态度都不可以真的很强 再举一些极端的例子 真是俄罗斯要用核武的 或者要入侵这些国家 究竟这些国家到时候 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削除呢 这个是很控制的 举例 比如说他真的要出兵 佔领 举例 拉特维亚 德国到时候 他真的要出兵 不弱国家 但是他的能源依然是很依赖的 国内那些能源商 或者一些大企业 都依然去的 现在我们搞不定的 你全部削除了 是我们死亡的 所以说 对美国来说 这个才是结构性的问题 解决到这个结构性问题 应该就可以解决人的问题 如果不然就会本末导致 好啊 所以今天多谢Simon 和我们都解答了一些 我们军委宪的网友 经常性都会问一些问题 包括 说到今次 背后 我们说英美法德 你说是否同心同德 大家都知道不是的 还有是否真的会有些山头临纳 甚至乎 NATO和欧盟的关系 会不会有矛盾的发展 又或者我们说到 俄罗斯会被人全面取替 包括俄罗斯文化 俄罗斯人民 以及也将普京画上等号 又或者我们说到 美国在日后 欧洲的关系 如何做定调 今天Simon 都给很多insight 给我们军武器的网友 好啊 所以多谢Simon 为什么呢 或者这么说 我们将来 看看将来 Simon 可不可以帮我们 说 未来你就知道 法国总统选举了 法国总统选举那边 我们都会有关注 因为今次 我们说到中间偏左 例如我们说到 马克龙 以及中间偏右 就是有少少 现在靠中间这边的 马林立旁 他们都是有点叮当码头的 但如果他们 谁做了法国总统 都挺影响到 欧洲安全的形势 因为他们两个的取向 尤其是在北约和国际关系之间 似乎都相当不同 所以来近我们看看 有没有机会 可以再邀请Simon 就好像要屈你 我可以邀请你 上来 又和我们做个分析 关于法国总统选举 来近的走向 甚至有机会 我们再看 可能结束之后 会不会对欧洲的格局 会有些影响呢 希望可以再请Simon 上来 我们军武器人和我们分享 好 你有缘随时聊聊天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多谢你的邀请 我先军武器人 好 另外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Simon的节目 也可以在坚尼地球那边 也可以多多支持 Simon其他来宾等访问 另外大家也可以支持 我们本地的频道 包括收睇广告 订阅我们的YouTube 订阅我们的Patreon 每一个频道 霍金可以随缘 另外多点留言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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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我们的资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